一中街附近的計程車排班站 有台不是小黃的車出現 看起來熟門熟路 直接停進了車閣 等他再度移開 已經過了將近三小時 霸震小黃問獎 專屬車閣 是一部板金閃亮亮的移動豪宅 印象裡面我看過三四次 晚上也曾經有看到過 早上也都有看到過 附近民眾說 他經常一停就停很久 加上是雙門跑車 所以對他印象深刻 採訪直擊時 這部豪車剛好又出現了 繞到對面馬路 雖然這次沒有霸佔問獎排班站 但他又違規了 阻擋公車停後驅 跑車駕駛下車 是一名目測三十多歲的男子 緩慢進入街邊店家 這邊鄰近一中商圈 經常會有一些 零停的一些車輛 因為看到那個計程 在轉用停車位空的 他就會零停 側面打聽多次霸佔小黃 專用格的跑車駕駛 疑似一中街商圈飲料店的老闆 似乎是超跑協會成員 開著租賃來的跑車 經常在五間出沒商圈 對比罰單與停車費差距 附近路邊車隔 採差別費率寄費 每個小時三十元 而占用營業汽車招呼站 疑似檢舉罰單六百塊起跳 換算下來停在合法路邊車隔 收費時段可停長達二十個小時 開著兩千五百萬的移動豪宅 駕駛今年亂停車的罰單 已經累積了十三張 不知何種心態多次被罰還是不怕 次數多到引起司機們不滿 頻頻報警檢舉 3D新聞王子瑜 廉家慶禮建營 台中播動